山猪逛大街闯入了加油站 辖区出动多名警力围捕 事情发生在28号的傍晚 在彰化县田尾乡 有民众惊见一只山猪 就在大马路上闲晃 就怕会发生车祸 赶紧通报警方 没想到到了现场 山猪拒捕多次左闪右躲 跟7名远警发生人猪大战 最后在优势警力之下 山猪被五花大绑 还疑似累到翻白眼 先带回所内安置 后续将交由农业处 来协助通知四株领会 好几名远警使出全身气力 和这只上百弓箭山猪上演肉搏战 两个辖区出动的7名远警 现场一阵混乱 面对远警的飞铺情报 勒紧等招数 山猪依旧不断逃脱 过程中还发出高分配的吼叫声 28号傍晚在田尾乡这间加油站 发生人猪大战 原来是有民众先在大马路上 惊见山猪逛大街 就跑回衍生车祸 赶紧通报警方 为了安全起见 山猪被赶到加油站 但他一发现多名远警 察觉不对劲 就开始大暴走 最后远警使出泰山压顶 并用衣服和三角锥盖住他的头部 才顺利将他压制 所信整个围捕过程 远警民众还有山猪都没有因此受伤 最后山猪用尽气力 还疑似累到翻白眼 被带回派出所后也没有再躁动 将由农业处通报四主领回 继续继续继续报道